通行田徑代表隊備戰亞警賽 從前一天在練習場簡單動一動 第二天轉戰距離足場地更近的空間 抓緊時間最後衝刺 其實兩天差不多 但是今天的狀況會比 相較於昨天會比較好 然後今天又是在足場地旁邊熱身 所以明天或後天的比賽就會在這邊 熱身也算是熟悉一下場地 其實睡眠來說其實還好 我睡得都還不錯 相較於亞運的時候是真的睡得蠻好的 那說身體狀況多少大家都會有 那就是看自己在比賽上的調整 跟心態怎麼去調適 然後用 因為狀況就是發生了嘛 那你就要怎麼去用現在這副身體 去面對比賽這樣子 嗯...其實就是 把握每一天的比賽吧 所以我不會太去設想說我一定要怎麼做 很自視說我一定要怎麼做這樣子 所以就是把握在熱身的進度 然後確保自己身體比較受傷 然後做好回覆 然後去比賽 台灣最素人羊群看 麻衣目前的調整節奏 追跨了年輕的女將症狀秀 比起技術面的強化更要斷點心臟 我比較容易緊張耶 對...就是每一場比賽我都很容易緊張 我還滿期待跟他們跑的 就是亞洲前三名那三個 我覺得...我想跟他們比比看我 就看我是不是跟他們落差 對啊...因為遇強則強 不要想太多 全力補強 就目標就先跑進決賽 選手積極備贈 中華田協議傳來了好消息 秘書長王景成順利連任 亞洲田徑總會的獨立理事 未來我們田徑協會 在亞洲可以爭取到很多賽事 在我們台灣 尤其我們的目標 就是2023年亞洲田徑錦標賽 我們要爭取在我們台北 這是我們台灣年的血下 台灣的田徑史 中華隊世世代發 未來採訪團隊則是苦於攝影器材 持續被扣留機場海關 只能用有限的資源採訪 期待正式的比賽日 能夠順利捕捉國手英姿 以上是我來提出 我們在卡大座的採訪報導